最近发现小区里的灯都非常高冷 你好 不理我 来吧看看我的灯 这是来自千语千询电影里 钱婆婆的魔法灯 她的制作非常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以前我的桌子很清冷 现在她把身边的一切都镀上了魔法般的金色 每个在外漂泊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温暖吧 而且她很关心我的身体 会提醒我不要久坐 灯和等读音这么像 有人在等着你 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我还有一些材料 过几天送给大家 记得关注我哦 所有的资料也放在了老朋友硬创社 链接在简介里 一起来做一个吧 电影里千询是91年出生 2001年身高应该是在1米37左右 这样就可以得到灯的身高是标准的1米8 我把它缩小到了1比10的比例 宫崎俊大师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也是用了三分法 逆向一个产品 就如同和设计师面对面沟通 这种感觉非常神奇 推荐您也试试看 灯柱的弯曲使用了受热收缩的记忆合金 用水手节绑定在支架上 这种绳节历史悠久 简单可靠 非常实用 灯的主体部分是加力创的3D打印 顶部是尼龙材料 耐热远超100度 用来给灯柱散热 从顶部发光的方式 可以获得和动画里类似的照明范围 灯座是黑色树枝 表面不需要打磨 这样就不用喷漆了 诶我的气泡好像在生气哦 灯光的亮度是缓进光的负反馈 它的电路非常的简单 一板就搞定了 我直接用了加力创的贴片 中间这颗是电源保护 左边芯片驱动记忆合金 右边DC降压驱动灯光 这颗灯出的光谱里 几乎没有蓝光 人体感应直接使用了 海灵科的雷达模块 所以电路方面 只需要一把电烙铁 就能组装起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 west重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海神经》 您能支持阅ques? 杨茜茜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